医生 医生来了 爷爷 我不是医生 是个小朋友啊 你怎么进来的 我看到你们门开着 还有跟别的房间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进来看看 好 爷爷 你的房间这么大 自己一个人住不浪费吗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延朗 延宋的延 延朗的朗 延宋的延 延朗的朗 那让我猜猜 你爸爸是不是叫延宋啊 爷爷 你猜错了 我妈妈叫延宋 我和我妈妈一个姓 千万不要提我爸爸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我会提你爸爸的事情啊 因为一般人都会问啊 你不想说 我不会问他 为什么 因为 我不是一般人啊 你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来 爷朗 过来 让爷爷摸摸你的脸 爷爷 你看不见东西吗 对了 爷爷看不见 但只要摸摸你的脸 爷爷就能知道 你长什么样子了 那好吧 只能摸一下哦 好 嗯 不错 延朗是个帅小伙子 那是当然了 爷爷 你的病很严重吗 差一点就不在了 我认识这个医院的一个大医生 他特别厉害 你认识哪个医生啊 林乔叔叔 你认识林乔 对啊 听说林乔叔叔的医术很好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对我妈妈不好 我不喜欢他 林乔认识你妈妈呀 嗯 爷爷 难道你也认识林乔叔叔吗 对啊 就是林乔叔叔救了爷爷的命啊 哦 哦 原来他这么厉害 陈总 欧阳来了 这个小孩是我刚认识的小朋友 他叫颜了 小朋友 你怎么进来的 我看着门开着 然后我就进来了 不过我是进来陪爷爷聊天的 陈总 看来这个医院管理还挺混乱的 我一会儿跟林乔说一声 怎么什么人都能够进你房间呢 不用了 欧阳 没关系 小朋友嘛 也不用大惊小怪的 爷爷 这个叔叔好凶啊 叔叔也是因为担心爷爷才会这样的 小朋友 我跟爷爷说两句话 你先出去吧 不要 我要跟爷爷聊天 没事的 欧阳 小朋友嘛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 好 小朋友 小朋友 跑哪儿去了 没事 小朋友跑不远的 这样吧 我们分开找吧 爷爷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动画片 叫明侦探柯南 里面有工程新衣 还有一个叫毛利小五郎 然后呢 然后呢 怎么了后来 言狼 妈 我在跟你爷讲故事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是阎颜颂吧 你怎么知道我说阎颂啊 是我告诉爷爷的 爷爷 这就是我妈妈 她就是阎颂 你好啊 颜小姐 我叫陈天 陈先生您好 你好 颜小姐 我叫欧阳腾 是陈总公司的 您好 不好意思 孩子乱跑打扰你们了 那我们先出去了 妈 我在跟你爷讲故事呢 还有一会儿就讲完了 颜小姐 颜朗的故事刚讲到姓头上来 你就让他再待一会儿吧 爷爷 还是你最好 我妈都不提我讲故事了 颜朗 您已经跑这里来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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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下 快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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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先生 陈先生不会有事吧 我不知道 董叔叔 爷爷他不会有事吧 颜朗不用担心 有医生在 爷爷肯定不会有事 什么是这些事吗 请再说一次 我保证 这是一个好事 我享受了 你不明白这些事 你会不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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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不需要来 你让它带来 欧阳 陈斌 过来聚意吧 我们俩兄弟 一起好好干 怎么样 秦孟 秦先生是不是 是啊 你好 我是欧阳頭 你好 好 王俊 這位是秦莫先生 這位是秦莫先生的朋友 嚴肅 您好 秦先生 您好 兩位不好意思 視頻一下 好 好 總裁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他好像根本就不認識我 好像連陳天他也不認識 他會以為是莊的呢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陳天聽到他的聲音馬上就犯病了 我覺得陳天一定發現了什麼 王俊 您馬上去把這件事情給我查清楚 好的 等等 這件事情 千萬不能讓張帆知道 明白了 蘇蘇 你怎麼在這兒 您瞧叔叔 你回去救救爺爺吧 嚴老 怎麼回事 蘇蘇 嚴老也是剛認識這位老先生 不知道怎麼就發病了 你快進去看看吧 好 蘇蔡 張總來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張總 您來了 兩位 兩位要是沒什麼事的話 就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不 我要等爺病好了再走 要不然我們再等等吧 其實這件事情跟你們兩個 也沒多大關係 這一會公司要來很多人 人多事雜 你們在這兒 反而會給我添麻煩 不 我要留下 嚴老 我們留在這兒 其實很不方便的 會妨礙醫生工作的 要不這樣吧 等爺爺好了 我們再來看他 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那我們就先走了 謝謝 先走了 好 怎麼了 張總 我好像看見陳斌了 張總 我已經過去看錯了 我趕快上去了 好 張總 怎麼回事 現在怎麼樣了 林喬跟王醫生在裡面搶救你 欧阳彤你可告訴我 是不是你小子搞的鬼 張總 我也是剛來 你不能什麼事情 都怪在我頭上吧 最好跟你沒關係 老陳對你那麼好 什麼都相信你 幾乎把整個拘役都給你了 到現在 這個老陳的兒子陳斌 失蹤的消息 你還交代不清楚 老陳仍然不計前嫌 我告訴你啊 你小子要是幹了什麼壞事 天理不容 好 張總 陳斌是我最好的朋友 這些年我跟您說過無數次了 陳斌的失蹤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 你要試著相信我 總算前就回來了 怎麼會這樣啊 之前不是還好好的嗎 陳總的心臟病一直是個隱患 我們要特別地注意了 如果再次地發病病 來 老張 老王 到底怎麼回事啊 別著急 現在陳總沒事了 突你危險了 陳總有嚴重的心臟病史 這個手術前我就有所擔心 今天突然心臟病發了 還好搶救措施及時 不然的話真的麻煩了 老王你說 這是怎麼回事啊 心臟病這個事情 我們誰都無法容量 病人自己激動 身體衰弱 天氣的變化 都可能會誘發 陳總現在需要的是靜養 不能再受到干擾 否則的話 真的會出大問題 老王 有什麼辦法徹底根治嗎 這個不好說張叔叔 只要看陳叔叔的情況 我建議再做一個大橋的手術 這樣會對他的症狀 會有比較好的環境 還要做手術 對 不過以陳叔叔的現在情況來看 沒有條件完成這段手術 林小 現在陳總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陳叔叔很快就會醒過來了 你們不用太擔心 不過你們要保證一點 不能讓陳叔叔再病發了 好了 張總 到我觀光室去坐坐吧 別都站在這裡 好在這兒也沒用了 好吧 你留在這兒 不要讓任何人打擾陳總 你留在這兒 不要讓任何人打擾陳總 總裁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 我不知道 他怎麼會突然出現 他不是職務人了嗎 他不是該躺在你安排的小醫院裡嗎 那我們怎麼辦 不要慌 不要慌 他失去金語了 我們給他偽造了身份證明 記住了 他現在是秦末 而不是陳斌 是 現在需要我做什麼 查清楚現在所有事情 好的 總裁 媽 爺爺他會好起來的吧 放心吧 林乔叔叔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爺爺肯定會沒事的 媽 我不懂 人為什麼會死呢 人死了會怎麼樣 是不是很可怕呢 我跟你說啊 其實死亡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經過的階段 但是呢 沒有人知道 它是不是終點 那既然每個人都逃不開了 我們就要學習怎麼去面對它 等你長大一點呢 你就會明白這個道理了 媽 秦末叔叔 你已經學會了嗎 我 我 我跟所有人都一樣 還在學習當中 好高深的樣子 對了 秦末叔叔 你不是失意了嗎 怎麼還懂這麼多東西 我是失意了 但我不是傻的 你不是傻的嗎 好吧 啊 好吧 阿姨 好吧 阿姨 總裁 我查過了 這個陳冰大約是三周前蘇醒的 正好是陳總住進醫院 林乔從國外回來 給陳總做手術的那天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他为什么要醒过来 我忍了这么多年 眼看我现在就要 总裁 您先消消气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 找个地方闭一下 离开 万一他记忆恢复了呢 陈天也没事了 他们父子相认 当年的事情也掩盖不住了 我难道留在这里等死了我 总裁 这件事情 我觉得您可以放心 放心 我查过他的病历记录 他很难恢复 而且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他是陈斌 如你所说 他现在就是秦莫 等他醒过来之后 完全失去了 对以前的记忆 秦莫这个身份 就是当年我为他伪造的 你能肯定 他真的不知道他 是陈斌 是的 我可以保证 这一点我十分确定 我查过他的出院小结 是灵巧做的 灵巧认为他有严重的失忆现象 短时间内不会恢复 肯定吗 非常肯定 我们要尽快掌控聚医 总裁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去给我看好这个秦莫 还有张帆 千万不能让他们两个见面 好的 我知道了 总裁 陈总昏迷之前听见过秦莫的声音 我 我怕他醒来之后 安排车 我去医院 是 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 想甩掉我 没那么容易 这么一大早来陪我跑步 到底有什么事 说吧 我想尽快地启动 巨翼的四有化进程 你也知道 这现在是股价最低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趁这个时候 启动四有化 那我们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行 私有化的事 让我再想想 诶 诚诚诚 现在很多人都期待着这次私有化 而且我们这么努力 不就是希望巨翼能够重新在国内上市吗 只有这么做 有一些人才能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回报 我需要打造的是一个根基扎实的巨翼 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来牺牲巨翼的发展 少数人的利益 欧阳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初的理想 是成为最伟大的设计师 打造最伟大的设计公司 我们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 那是你的理想 行行行 你继续为你的理想来奋斗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欧阳 我告诉你 做事情不能太短视了 我短视 陈斌 你什么都有 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 我告诉你 我有权决定巨翼未来的发展 对 我差点忘了 你是巨翼的少中家 伟大的设计师 著名的商人 你什么都有 但是我告诉你 陈斌 你连自己的女人你都管不住 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吧 沈落已经回国了 沈落回来了 沈落在哪里 沈落在哪儿 还有我不知道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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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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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这什么意思 怎么办 不知道 打个庙 打个庙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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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案子 这里还有没有救援 给人 帮我们就是 总裁 车停在楼下了 好 我知道了 女婿跟他们说 今天的会议都取消 和张总的会议取消吗 可能说我今天不舒服 好的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我就不上去了 什么舒服 你不上去住住了吗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吧 我跟阎朗 把留给你的房间 帮你整理一下 留给我的房间 不过你要负责百分之五十的房租 还有主要的家务 最重要的是 要保证我们每天 都能吃到好吃的 对不对 嗯 没问题 太好了 可以吃到好吃的了 耶 耶 慢点 慢点吃啊 给 妈 什么舒服的手艺这么好 你也要多吃点啊 行 我多吃点 你看你那吃样 好像我平时一直饿着你了似的 那是当然了 你和周月做的菜 你饿着我 没什么两样 哎 嘿 耶朗 有没有兴趣 跟我学做菜啊 你手艺那么好 我学了也超不过你 还是不要学了吧 哦 有人说自己是男子汉 啊 说要好好地照顾妈妈 连菜都不会做 你怎么照顾妈妈呀 我还是小孩子嘛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 跟我一起做家务 妈 救救我 我觉得你秦莫叔叔 说得挺对的 那好吧 你怎么不吃啊 等你一起啊 那一起吧 妈 以后秦莫叔叔 是不是天天住咱们家呀 赶快吃吧 花得多 来 来 给你热了一杯牛奶 谢谢 严冷睡着了 睡了 谢谢你 其实应该我说感谢你 因为严朗做了那么多事情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严朗真的很可爱 我很喜欢他 而且他本来就是我的 秦莫 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约定 也算是我让你住进来的条件 什么约定 我希望你清楚 你 不是严朗的父亲 也不是我的爱人 这件事情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叶聪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知道 你受了很重的伤 记忆也出了问题 我可以体谅你 但是 也请你体谅我 我不希望给严老 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不希望 你对我 有错误的想法 但严总 我的记忆里面 真的有你 而且我们的感情 真的很好的 可是我很肯定地告诉你 你的记忆是错的 对啊 那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尽快让自己恢复记忆吧 你连你父母的样子 也不记得了吗 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呢 他们现在一定很着急 一定到处在找你 陈总 你醒吗 我这是怎么了 刚才 我好像听到 陈彬的声音 欧阳是不是他呀 没错 陈总 刚才那个就是沈碧 真的 是公安局找到他了吗 说了一句话就走 快快 快去把他找回来 快去啊 陈总 您先别着急啊 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都那么多年了 公安局终于找到他了 快 你就帮我干嘛 你把他找回来 快 欧阳 是吗 陈总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如果我帮你找回来陈彬 我能得到什么 欧阳 你什么意思啊 你没有想过 你父亲会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突然间问这个问题 因为阎狼怎么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 是不是男孩和父亲之间 都有一种特殊的连接 真的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你父亲会是什么样的人 你父亲会是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想知道 他现在在做什么 不过我相信 他一定像其他 所有的父亲一样 会尽自己的权利 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 你也应该让阎狼知道 他的父亲到底有多爱他 我就是看你一人在这太孤单了 过来陪你说说话 欧阳 我带你不薄吧 是吗 难道不是吗 别跟我说什么带我不薄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 我安前马后 把居易私有化在国内重新上市 现在居易已经成为国内 甚至是整个亚洲最顶级的设计集团 从这点看 我欧阳腾待你也不薄吧 别忘了 是巨易给了你舞台 巨易给的我舞台 我欧阳腾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是我一点一点辛辛苦苦挣来的 包括巨易 巨易能有今天的成就 也是我一手造就的 怪我 把你看错了 我真该听老张的话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能给你的 我给你 只要你让陈兵好好的 我怕我要的东西 你给不了啊 你是想要巨易 难道不应该吗 巨易是我造就的 我只是要给我自己的东西罢了 陈总 我答应你 只要你把巨易给我 我就保证陈兵的安全 你猜我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 会不会是个老师 公务员 还是个工人 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我倒是觉得 他应该是个很好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人也很好啊 很绅士 没准你爸爸 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 是一个 大有来头的人呢 现在没问题了吧 谢谢你啊陈总 目前看来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可以告诉我陈兵在哪了吧 沈总 沈总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知道陈兵的下落呢 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说 你我都是聪明人 尤其是你 你比很多人都聪明 你今天之所以会签字 是因为担心我 可能会对陈兵不利 又或者是担心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知道陈兵的下落 所以你才答应我今天所有的条件 可是我心里清楚 当我离开这个房门 当你可以接触到别人的时候 就是我欧阳腾的末日 你想多了 我也希望我想多了 可是陈总 我欧阳腾虽然不聪明 但我并不傻 不会猜不到你的想法 那你还想干什么 我 其实我来啊 就是来告诉你陈兵的下落的 我实话告诉你 陈兵确实在我手里 而且我可以随时让他伤啊 让他死了 让他死了 马上备车 我要去医院 张总 总裁准备了董事会议程 他希望您看一下 我没有空 放着吧 张总 您还是抓紧看一下吧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晚上我会发给所有董事会会员 毕竟这些件大事 来 生气了 紧张了 想找张总 我想他今天不会来了吧 陈总 我实话告诉你 我压根就没打算把陈兵还给你 我想让他消失 消失你懂吗 永远消失 不不不 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我为什么不会啊 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为了陈兵牺牲自己 你把我想的也太高尚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这么做想过后果吗 我当然想过了 我只是在要毁我自己的东西 再说了 我什么也没做啊 我只是说如果 我在想 如果陈兵 他从一栋高楼上 跳下去 很高很高的一栋楼 送你一下 那么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 失踪多年的居以邵东家 您心爱的儿子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著名设计师 跳萌自杀 这一定是一个爆炸性的戏 到时候 您一定要找人来帮您念一念 你先别激动 我只是预演一下 一定没有发生的 对了 今天跟陈兵一起来的那个女孩 还有那个孩子 说不定 是你的儿媳妇跟孙子 你想想看啊 如果陈兵出事了 我会蠢到 不对他们下手吗 你这个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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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做什么 是你的这个 我会蠢到一家 你不开心 我会蠢到你 你会蠢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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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每一个父亲和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地长大 不要受到任何伤害 请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扶你进房间好了 不用 秦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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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秦墨 脑外伤病的身体不理 快去叫主持医生过来 我这里有人晕倒了 你们赶紧过来一下 地址是 不用了 他醒了 谢谢啊 你醒了 怎么样 我刚才晕倒了 我现在没事了 我现在没事了 要不要喝点水啊 我刚倒的 谢谢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医生说过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不用去看看医生吗 不需要了 我刚才好像想起了一些事情 你想起什么了 我好像想起了我是怎么进医院的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 喂 我知道了 怎么回去了 怎么回去了 张总 陈总他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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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你醒醒啊 陈总 陈总 林强 林强 你救救陈总啊 你救救陈总啊 林强 你救救他啊 我 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 我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 什么事 好像没有牙膏了 我更买了新的 总裁 律师说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没有问题 您现在就是居一的董事长 集团的负责人 你看看我们脚底下的大街上 这么多人忙忙碌碌为了生计 他们小心翼翼 微微索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他们害怕失去这一切 很多年前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要成功 我必须成功 我可不想任人摆布 被人指挥 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掌握不了的人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总裁 恭喜你 您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难道现在的一切 不是我应得的吗 是 是的 观众朋友们好 据悉 巨蚁集团的董事长 陈天宇昨晚突发心脏病去世 巨蚁集团的公关部 将在今天找开新闻发布会 播报最新的相关计划 作为亚洲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的巨蚁 究竟由谁来掌舵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陈天的独生子 巨蚁集团的继承人陈斌 已经失踪多年 所以现在的巨蚁正是风雨飘摇的危机时刻 欧阳腾这个混蛋哪 欧阳腾这个混蛋哪 我要见他 张总 我们总裁在开会 在开会 开什么会啊 我现在就是见他 总裁说了他现在不方便见任何人 你给我躲开 躲开 躲开 我要见他 张总 你不能进去 张总 你们总裁不想见任何人 这里没你的事 你给我让开 张总 欧阳腾 你说 这个文件你是怎么弄来的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老陈怎么会让你接管巨蚁 他怎么能让你代表他 行使公司权益呢 我想 是因为陈总对我信任吧 不可能 老陈他再糊涂也不会这么做 而且老陈一定会和我商量的 肯定是你做了手脚 说不定老陈就是你害死的 张总 凡是要讲证据 陈总已经签了文件了 这白纸黑字啊 不会有问题的 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一边去 张总 您是巨蚁的功臣 是陈总生前的战友 我尊重你 可并不代表我怕你 别在我面前依老卖老 以前陈总在的时候 我不愿意为难你 但我告诉你 我认你很久了 如果你以为我好欺负 咱们俩就试试 别以为你手里有那些文件 你就可以独怕巨蚁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老陈刚走 你就迫不及待 爬上这个位子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拭目以待 好 你等着 来 赶紧去 哇 鸡蛋火嘴三明治啊 要是吃不饱呢 还有小面包 来 吃吧吃吧 快点快点 谢谢其木叔叔 那我妈吃什么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妈 你还这么疯的早餐 快吃吧 早 早 吃吧 妈 你今天赶交桃花孕了啊 我说什么呢你 那其木叔叔这个大水 不能做早餐 你还不会叫早花孕了吗 赶紧吃饭 一会儿迟到了 快吃 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 我看你都不吃 没有 挺好的 对了 一会儿我要出去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 没有 金木叔叔 嗯 你出去有事吗 我有点事 你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身份 又找不到家人 又失忆了 你还有什么事啊 延朗 没事 延朗说得对啊 我也 不能整天游手好闲 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所以我决定了 我出去找一份工作 找工作 我找工作 养活自己 那你多挣点钱啊 把我和我妈也养活了 延朗 你是不是想迟到了 快吃饭 老江 你给我的这些文件 我真的是看不懂 以你律师的专业 你告诉我 现在公司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些文件 你不用看明白 简单地告诉你 你现在还是有机会 帮助老程 留住记忆 真的吗 是的 但是我只是说 有机会 没有给你任何保证 那乌阳腾呢 为了老程 你一定要忍住 怎么忍 这小子他 你还是听我的 谁让你们换的 张总 这是我们董事长 你给我把他换回来 这 张总 你们可以啊 老程尸骨未寒 你们就 张总 这一家大公司 不可以一天没有领头人 尽快让巨翼恢复正常 才是对陈总最大的尊重 不是吗 别以为你是董事长 你就可以独霸巨翼 董事会还有我们的份 当然有你们的份啊 可是你们所有人的股份 加起来跟我 及我的代表相比 好像还差很多吧 别忘了 董事会还有陈斌的股份呢 他人呢 律师告诉我 陈斌的股份 已经转由基金会管理 直到陈家的后人出现 那时候 由陈家的后人行使权益 等我找到了陈斌 我会亲手 把你从这个位子上拉下来 到时候会死得更惨 你得意不了多久 去给我盯进那个琴木 还有严肃 不知有任何差池 是啊 妈妈 我这琴木柱的房间 看见你的鞋子了 这鞋我不是扔了吗 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这双鞋 不是 是 这 这鞋是你买的 我还以为你会喜欢呢 是 有件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严朗说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昨天医院那个老先生去世了 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本来 我还答应严朗去看他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跟严朗说真相 我觉得严朗 是时候要理解 也要面对这种事情 对 他必须要听你的话 你可能的话 我跟他说一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也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说的 谢谢你 谢我 妈 这个中学同学你们还没到啊 我都快迟到了 你干嘛 你还太紧张了啊 我开车你紧张什么 就是因为你开车 我才紧张好吗 开快些啊 人这么快点让他叫迟到了 好吗 迟到了啊 那你坐本了 你要干嘛 我要在速 你叫什么速啊 你跟他车不超过我吗 你来开 你跟他车不超过我吗 你跟他车不超过我吗 你拉开 你拉开 晏了 来 过来 延朗 叔叔 有些事情跟你聊聊 好严肃啊 琴摩叔叔 是啊 那是因为 延朗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现在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好 你还记不记得 医院里那个爷爷 当然记得 妈妈还答应我今天放学 一起去医院看爷爷呢 你听我说啊 医院里的那个爷爷他去世了 去世了 妈妈不知道怎么跟延朗说 但是 我觉得延朗已经是个大人了 很多事情是时候要理解了 所以 就让我跟你好好地说说 那个爷爷心心愿 我听延朗去找医院玩 不是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跟你说过 死亡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会经过的阶段 那个爷爷呢就是 刚刚好走完他要走的路 就算延朗你不去 找爷爷玩 爷爷还是会离开的 爷爷的死 跟延朗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白吗 嗯 喂 好 小姐 你快点快点 要迟到了 这不是怪你吗 是是是 那哪哪哪哪 快快快 停停停停 快快快点 我知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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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这么晚呢 不要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上车啊 这么晚了 我们快手迟到了 是你啊秦墨 是你啊秦墨 怎么那么巧 你们认识啊 我们是朋友 人家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 秦墨 那你说的人就是 原来你们几个也都认识啊 怎么那么巧 对啊 我们跟宋宋很早以前就认识 宋宋啊是我跟月月的大学同学 你们认识啊 别人有新朋友的我不像组织汇报啊 我说你这也真逗 我集合朋友还要告诉你 你也太法系死点了 是觉得人家长得帅啊 绝对的帅哥 是不是觉得身材很好啊 腿长 腰细 胸肌大 绝对的模特配子 是不是想做你的模特呀 可以吗 小姐姐干吗 你给我回来 你不介意人家不介意啊 你放手 放手 你现在帅哥你就走多东路 长得帅了不起啊 月月 这么多路看着 你先放手我都听你的 开车雪啊 秦墨 你现实没有工作是吗 你要我要我公司试试啊 石小姐 姐 你们快一点 快要迟到了 祝祝我们早啊 拜拜 拜拜 再见 宋宋 嗯 你就这么和那个秦墨同居啦 什么叫同居啊 我们那叫合租 这么多房子 为什么偏偏和你和他一块儿住啊 不过他这个人也不错 有这样的人住在家里 我倒是也放心 你是放心了 有人该不放心了 关键我是怕他耽误你 他能耽误我什么 这苏琪和林乔好不容易分开了吧 这是你和林乔在一起的大核心 这就是秦墨哥的中间算什么呀 我是怕他耽误你和林乔之间的发展 你想多了 我跟林乔不会发生事 我说你这是怎么死脑筋呢 你说你单身他也单身啊 你有情他有意 你们两个不在一起发展发展 那老天都不有 我告诉你啊 林乔才是你的真名天子 那个秦墨哪儿让我收来的 他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他失业 身份不明 没工作没钱 你养他 反正我觉得 小墨这人挺不错的 你这嘴太不错了 还是要赌转你这嘴 还是要赌转你这嘴 他说不用急 你 好好好 算了 你还得想清楚了 你不用想 这两个男人跟我都没气 反正我觉得秦墨这人啊 挺不错的 施小姐 你曾经跟我说这个什么事 没有 不愿意愿 人家嘛 是觉得秦墨这个人呢 是真的那个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我男人的肥肥感 我都太忘了 你还是个男人 行了 你们俩 又一见面就吵真行 施小姐 谁要跟你打赌 严肃肯定会和另枪在一起 好 那我一定支持我们家小墨墨 好 一言为定 赌什么 要是我赢了的话 你就吓给你 凭什么 好 好 那要是你赢了的话 我去取义 你赢了 不对 对对对 这个赌特别好我觉得 如果你们俩都输了的话 对 那月月就继续跟徐小姐 你用力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留紧了 不要再你了 我又远远远远远到啦 好 好 等我 怎么样 学律师 不好办哪 先生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欧阳总裁 陈总留下的这些文件 将给您完全控制距离制造了障碍 如果陈家的后人出现 您将逐渐失去对距离的时机控制 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托管基基 基本上控制陈总的儿子陈彬 他的所有的股份 明确规定 只有陈家的时机亲属 才具有时机的控制 这将意味着 您将彻底失去对距离的控制 现在陈总的儿子陈彬在哪 他失踪很多年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小杰 我啊 我现在在步行街 你现在过来啊 行 那我等你吧